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 來到土城參加 皇室中慶會成立的後援會 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 喊出凍蒜的聲音為他加油打氣 不會因為文化大學宿舍案 而有所動搖 對基督的到現在 因為大家幫我支持 我覺得我的人心要做很多事情 可以為我們新北市做很多 為我們的新北市 可以過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所以我也選舉 很多人反對我選舉 包括我的親身五十都跟我說 選舉無分屬非 但是我相信不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真有貼負 我們台灣人有什麼跨清事情 侯友宜強調他從擔任基層公務人員 開始到現在三十八年了 因為大家支持讓他感覺人生 還可以為新北市做很多的事情 給新北市不一樣的生活 他也不會畏懼這一些選舉的惡意攻擊 他絕對會挺得住 我做這麼多年的公務人員 我屬非對策 分得很清楚 我騎出來選舉 只有一個心願而已 是要好好做事情 不要管什麼道什麼派 認真打拼 實實在在做事情 這樣 所以我騎出來 我騎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 為了選舉很多人的太多方法 讓你選不住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我這個人 看這麼多生死問 看這麼多事情 我們都一定勇敢的方針 文化大學術設案 讓第一次參選的侯友宜 真的是見識到台灣的選舉 抹黑文化 不過就像他說的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見過了大風大雨 不會因此退卻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